什么是肥茶? 您听说过肥茶吗? 为什么高鼠称呼它为液体黄金? 而且是活着的 这个是活着的肥料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酱 有一种肥料 99%的人都会把它浪费掉 这个东西我们经常看到 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把它忽略掉 但是您知道吗 在很多的园艺爱好者眼里 这个就是活着的肥料 而且是肥料中的黄金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就是我们堆肥的时候 我们的厨余垃圾来堆肥的时候 往往会看到很多黑色的液体 这种黑色的液体呢 往往都带着一点臭味 而这种液体呢 很多人就会把它丢掉 其实这就是植物 我们的厨余垃圾里面的黄金血液 这个就是厨余垃圾的血液 它们变成这个黑色的肥料 然后呢 这里面就是很多厨余垃圾里面的精华 但是很多朋友就把它浪费掉了 其实这里面 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最重要一个事情 这里面含有大量的活性细菌 然后你会发现呢 只要一丢丢把它撒在花盆里面 您的植物呢 就会疯狂的生长 甚至这个东西呢 可以拿来改良土养 甚至拿来杀菌 这个东西呢 看见了就不要丢了 今天我教大家 怎样制作这个液体黄金 很多养花的人呢 都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家里吃剩的厨余垃圾 给它收集起来 这是今天早上 我收集的一点厨余垃圾 由于今天是弄那个罗宋汤 所以稍微会有点复杂 这些厨余垃圾呢 平时您会把它直接丢在花盆里面吗 如果直接丢在花盆里面 或者埋在花盆里面呢 您就太浪费了 这是大错特错的一种操作方式 正常来说 这种厨余垃圾呢 我们最好 最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先把它油烂了 你看 这个 这是糖后 这个东西呢 能挤出水 这就是它的液 那个血液 另外这些呢 也尽量的把它油烂一点 这样子呢 才能让它尽快的发酵 虽然说我们每天的厨余垃圾 都会有很多 但是您知道吗 这里面呢 除了90%的水分以外呢 其实剩下的东西真不多 所以我们发酵这个厨余垃圾呢 真的不要把这个黄金血液给浪费掉 把它挤得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加入两样东西 第一个是红糖 这个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发酵都要拿来使用的 无论是发酵肥料 还是发酵那个厨余垃圾都要使用 大概两汤勺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细菌 有些朋友问我不加细菌行不行 老实说厨余垃圾 如果你不加细菌进行分解 你可以发现这个分解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 而且最重要一个事情 这个发酵会有可能会发臭 但是只要我们添加了这个细菌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分解的速度很快 而且分解出来的东西也会更加营养 最重要是整个过程没有臭味 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到您家的瓶子或者罐子里面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旧的热水壶 因为到时候把这个液体黄金倒出来的时候 比较省事 把它全部丢进去 全部的垃圾丢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 最好把这个出水口给堵一下 这样子里面的水蒸汽不用以流失 由于里面有充足的细菌还有红糖 首先细菌可以吃掉一部分的红糖 让自己吃饱 吃饱了以后 它就会开始分解我们的厨余垃圾里面的淀粉 这些是糖分 等它把糖分吃得差不多 它就会有能力去分解其他的剩余东西 比如纤维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慢慢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水分 而我们的厨余垃圾里面的90%的水分 就会缓慢的转变成 我们需要的黄金液体 这样制作出来的肥料 一般情况10到20天 最长20天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黄金液体 这个茶 那个肥茶给倒出来 拿去使用 每次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一汤勺 它浇到林家给那个水里面去 然后再给植物去浇水 这样子每次一汤勺呢 林会发现植物可以长得非常的好 您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除了营养之外 更多是细菌 这种细菌呢 而且是活着的细菌 把这些活着的细菌倒在花盆里面 不论你的土壤板结 还是植物长得不好 还是根部长得不怎么好 这些都可以解甜 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肥茶就是植物里面的黄金液体 而且是万能的黄金液体 如果您在家有大量的厨余垃圾的话 就千万不要把这个厨余垃圾直接埋了 这样子你浪费了90%的黄金液体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黄金液体 如何正确的使用 关注我 下面以后我会持续的告诉大家 如何正确的使用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